云锦山中相传有神陨落地 幻化麒麟 自此无人赶往 两个猎户却酒后胆壮 深夜潜入山中 其中一人一箭射出 但却没有猎物射中 突然神兽麒麟现身 两人自此难逃恶 清晨一早 亭长五大人来到村子 却见两个猎户已经身死 众多乡民均说是山神所为 亭长查看尸体 以乡民吃毒膜而死 草草结案 张道林和王长行至此地 却觉得事发突然 定要在此查验尸体 张道林银针探学 细细查看尸体 知道两人是惊吓而死 猎户母亲闻讯哭泣而来 声泪俱下之下 张道林决定一查究竟 而乡民这边 则认为这是山神所为 全部身穿黑袍 来了一场盛大的祭祀山神仪式 张道林想要直接进山查看 但是武大人却怕引起民愤 而唯一进山活下来的人 就是相见一生药爷 来到药爷家中 各种奇珍药物临此之彼 药爷家中还有白雀珊虎二人 药爷脾气古怪 直接打发了张道林 村长则将三人 暂时安置在一处破庙之中 张道林正要请问村长 山神一事 村长却突然听到山神来到的警钟 赶紧离开这里 而武大人眼看夜色将近 也赶紧离开 深夜张道林正在打扫庭院 却有一黑衣人突然出现 来人鬼面黑衣 两柄八盏刀 直接向张道林供来 桃花缤纷 刀光剑影 来人也不恋战 飘然而去 留下书信一封 莫再过问山神事 经此一战 更坚定了张道林入山的打算 紫夜时分 张道林和武大人会合 一行五人一起前往云锦山 密林深处暗影重重 遍山之中竟无一声出鸣 张道林王长穿戴盘龙甲 而后拿出鸣火雷 一路光照引路 张道林手持乾坤剑 带着徒弟王长向前走去 但见山中藤蔓 竟是各个人形 不时还有鲜血流出 原来是植物产生一变 王长用雄机引路挂上铜铃 一行五人走到深山之中 岔路之口 张道林和王长等人 并分两路 张道林这边突然雄机顿走 张道林浅身而行 来到一处洞窟之中 只见洞窟内长满巨型蘑菇 血藤满布之处 却发现白色太岁一片 在张道林之手碰到太岁的一刻 却出现魔镜重重 幻境之中 张道林竟一时难以看破 而王长和武大人这一路 也是险象还生 王长查看之时 遇到巨型神像 两人你来我往 交起手来 就在王长体力不支之时 却突然听到一声呼哨 而后神像便顿走而去 而武大人两个手下 则突然看到神兽麒麟 搞得武大人三魂丢了气魄 但奇怪的是 武大人却并未看到麒麟 第二天 张道林忽然梦醒 却原来是药爷上山 将他救回医馆 连日以来的种种见闻 一时之间 让张道林也陷入陈词之中 独自打坐之时 却有一个乞丐前来 张道林身无分文 便将随身烧饼 馈赠给了乞丐 王长夜间难以入睡 独自拿着火烛走出过房 却发现药爷 正从一处密室出来 好奇心作祟 一阵尝试之下 竟然打开了药厨后面的暗门 暗门之后取境通腰 在暗室深处 却有一屋 正当中摆放着一具林甲 王长掀开林甲 里面却是一人 白雀突然现身 告知王长 那铁甲之中的是自己的家兄 原来此人从军身似沙场 山虎将他拉回家中 自此后 药爷性情大变 坚信有朝一日 自己的儿子能够起死回生 便用草药 保其尸身不服 而山虎 因为战场上头部受重创 已经记忆全无 自此成为药爷的义子 正在白雀和王长攀谈之际 树头风冻 一夜之间 村里家畜全部死掉 村里直接炸开了锅 认为是张道林上山 惹怒山神 让村长赶紧将师徒二人赶走 村民们说干就干 围了张道林师徒二人 直接将两人驱赶出了村子 自古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而且容易受蛊惑 找到了张道林这个发泄口 自然是会将他驱赶走的 好在还没伤害两人的性命 行至下山之处 却碰到当初惨死的猎户一家 祈求张道林追查真相 搞得张道林一时之间 竟也难以取舍 来到山下村镇 却碰到当日的老乞丐 老乞丐疯疊疊 不想靠近张道林之时 却突然口吐真言 张道林顿时之间 却如毛色顿开 直接杀灰云锦山 和村长等一番交涉之下 告知众人 定要解开山神谜团 若是真有山神 自己肉身献祭 当天夜里 一行众人手持火把 来到了云锦山中 突然麒麟出现 众人大惊失色 却见张道林乾坤剑在手 丝毫无惧 弟子王长神针祭出 封住众人穴道 眼前麒麟幻象 全部消失 来到当日的深山洞窟 张道林解释道 云锦山天降神君 导致草木变异 而这洞窟中的太岁 便是其中的变异之物 人只要闻了它 便会看到心中的恐惧之物 当日武大人没看到 是因为感冒鼻色所致 张道林正为众人 开接谜团之时 却突然杀出巨型神像 这神像虽然巨大 可是在张道林的功夫之下 也只能束手就擒 王长提了亮银枪 九妖直接刺去 却见白雀 突然挡在神像前面 神像揭开面皮 却也是珊瑚 事到如今 药爷也只能出来了 原来多年前 药爷便发现了这里 而在太岁的毒性下 药爷看到的是自己的儿子 为了保守这个地方 他便编造了谣言 自此栽无人上云锦山 至于黑衣人夜袭张道林 村里牲畜被害 也全部是出自药爷的安排 真相大白以后 村民在武大人的带领下 一把火将这个太岁直接烧掉 张道林离开云锦山 再次踏上寻道的路程 却正好碰见前两次的老乞丐 老乞丐给张道林道破天机 张道林顿悟 决定不再前行 而留在此地 而此处被张道林 改为龙虎山 千万